大家好 我是艾迪先生 今天我要来为各位示范立体种菜架的自动浇水的安装方法 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种菜架 那目前我打算在这上方这边刷一个夹头 然后立根直立的杆子 然后两边伸出来这样子 就梯形这样子 这大概的架构是这样子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桌上这边来 那一根梯形价要怎么处理 就是说50公分的两根嘛 一公尺的剪两半就50公分 然后加上一个平面的三通 然后加上一根垂直的立杆 那这个刚才看到夹头就这样子 这个锁在六分管上 这是四分的 因为太粗不好看 那就是锁上去 大概就这样子 然后横向过来吧 六分的杆子插在这里 那这样就一个T字形了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噴水头 长什么样子是这样子 那这噴水头的话 这是三通接噴头嘛 末端你必须加装一个堵头 然后这边两个 然后另外侧两个 中间的话是一个三通 因为水从中间上来 分成两边走 那个别的零件大概就这里 三通往两边走这样子 然后这末端还有一个堵头嘛 就是这样子 那当然这个会再加一个快速接头 因为这边的话一定要有水盐过来 然后加一个快速接头 就三分的快速接头 好那我们来把它弄完成 来过去把它装起来 好那我们这个架构已经弄好了 那就把它绑上去就好 那可以用这拱束线带 把它束一束就好了 那我们可以为了好看 把它放在后头 这样比较美观 就不会看到黑黑的线在那里 好那我们现在已经安装好了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就像这个样子 我把黑色的线隐藏在棍子的后面 那这边也是 那下来我们快速接头 就接完原本的浇花水管 那我来开水给各位看一下 哇喷露状 不过这个镜头要拿远一点 不然就被喷到了 好那各位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些都被喷湿了 好那今天就位各位介绍到这里 希望各位会喜欢今天这个影片 那各位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 也别忘了要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